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17 河南淮幸府出现了一个经营中草药的商邦 人称淮商 这个商邦曾经辉煌一时 成为中国商界著名的商邦之一 今天我就带您去淮商的故里河南省交作市 看看那里还有哪些淮商留下的印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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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带着妻儿来到河内雾庄 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博爱县的雾庄村 历史上河南交作古称秦淮 因为这里地处黄河和太行山的怀抱而得名 北有天然屏障太行山 祖阁寒流清洗 南谷黄河润泽土地 这里盛产中药材 尤其是帝黄、山药、牛西、菊花 品质最佳享有四大怀药之称 从山西移民河内雾庄的杜氏家族 世代为浓 后来在别人资助下 杜氏家族开始在家乡创办杜盛青商号 经营起了四大怀药 人们都说杜盛青商号的生意 是用小推车推出来了 相传杜盛青的药材刚进山东时 当地人并不买账 贪官污吏 还时不时到药行找点麻烦 一次杜盛青在送货途中 发现一个人昏倒在路边 他先让病人不用了自己的药 然后将病人用独轮车送到家中 事后得知 这位病人远是济南府的一位师爷 有了这位师爷的权力当助 杜盛青终于在山东的药材市场上 站稳了脚分 杜盛青也从此立下誓言 不卖刺品 不谋暴力 这一原则也成为怀商一直坚持的经营理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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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志着怀商当会的正式建立 怀商由此建立了一整套制度 当时有一句俗话说 南京到北京没有怀邦京 指的就是怀商精打细算 精成团结 不仅如此 怀商还定期与其他商当 共同筹划药会的各项活动 比如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 药王的生日和九月九日 药王的祭日 怀商都要举行全国药材交易大会 地点就在河南省沁阳 怀商在这里捐资修建药王庙 让全国各地的药材商人 在药王面前公平交易 在这个捐资的这个商号里面 怀商的杜盛兴 他捐七十七两白银 来修建这个药王庙 而这七十七两白银 是其他各邦商号所没有的 比如说北京的京同卫党 北京的同堂它的捐款仅仅是九亚 三东邦没有一家超过这个数字 三西邦最多只捐了四十年 从这样我们可以看出 怀商的势力是非常大 然而怀商持续发展了大约二百年 开始走向没落 昔日杜盛兴家族生活的地方 如今变成了什么样呢 这个地方就是怀商杜盛兴的故里 怀商杜盛兴是明清时 以经营斯大怀尔为主的一个商号 商号开在全国各地的许多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杜盛兴这个商号 总号所在地 在杜盛兴家族曾居住的物庄村 明清时的建筑虽然多数已经损毁 但仍保存一座度式祠堂 它是在马房基础上修建的 最初的祠堂已经损毁 祠堂有一块碑壳 字里行间仍能让人感受到 杜盛兴商号昔日的成就 令人疑惑的是 盛极一时的怀商却日渐没落 那么这背后又有什么原因呢 就是说东家不干涉掌柜的经营 那么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问题 东家的子弟 有的就也不参与经营 所以说他们的在家里边坐向其成 商场如战场 他们实际上的坐向其成 是他们失去了在商场上 生活发展他的能力 再加上有些人就贪图享乐 就是有起必要求大爷 所以这也在一定程度 也是怀上衰败的一个感觉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人家说进商徽商生意做得很大 经营范围也很广 而河南怀商主营四大怀药 这或许是人们不称御商 而坚称怀商的原因之一 怀商虽然没落了 但是人们并没有把他们遗忘 好 要想了解更多内容 请您关注国宝方案官方微博微信 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